字幕製作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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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污 眼見微屏 你在簽約之前要看什麼 還是很多東西可以看的 你看啊 第一個 地磚 品質從地磚開始嘛 那當然我們以前就會教說 要那個螺絲起植 這是螺絲起植的後面 你也可以買那種 網路上也有 檢查地磚用的那個杖 它一根金屬的一根長長的 你可以收起來 拉起來 然後前面有個尖頭這樣 就是一個橡膠頭可以 這樣敲 一支幾百塊也不貴 你也可以買一根來用這樣 然後你如果不想要花那個錢 螺絲起植屁股那種比較厚的 比較木頭銜那種 拿一根出來 敲幾個點 我講過 五個點 一二三四五 那你說簽約之前就每塊都要敲嗎 沒有 你只要抽查 因為你簽約之前不可能每塊 除非這個房子你確定要了 那你就真的是每塊敲敲看 去檢查 反正簽約之前都可以檢查 可是重點是呢 地磚有些地方是不能夠捧共的 因為他不可能會影響你走 比如說這個 假設這個男生的後面是浴室 你走出來 如果說你浴室是濕氣重的地方走出來 他這個地方沒有弄屎的話 也可能有翼踩下去 然後就把地磚踩破 或者是說這個地方是邊邊角 你打算放一個櫃子 然後櫃子一壓 然後他這個地方沒有弄屎 就是他沒有弄屎心 他有空心 那個櫃子的角角 有可能因為很多的重量 就直接踹破這個洞 有可能 所以我會檢查的是 門口 浴室 浴室廚房的門口 跟四周客廳 你想客廳的四個角 或者是臥室要放衣櫃的四個角 檢查一下 如果彭公馬上講 因為彭公聲音就是空空空 結實的聲音跟空空的聲音 你聽得懂 你只要有敲就有聽得懂 那地磚除了敲之外 你要看的是光影 隨便這樣看啊 我看房子會這樣 人家以為我喝酒醉 這個光影就是這樣吐的光影 因為如果這個是拋光石銀磚的話 是一塊塊接的嘛 像我覺得這個都做得沒有很好 你們可能解析度沒有這麼好 就是這個光影要一直線 有沒有 對著光看 這個牆壁 那個什麼 這個窗的這一條線過來 一條一直線 如果你出現閃電 那表示那瓷磚沒有貼好 那就我這張照片來看啊 這個好像有點閃電 也有可能是解析度的問題 那這邊看起來是沒有問題 它是直直的 這個是直直的 直直的 懂齁 對著光看 看到這種的東西 然後印在地板上要成為一直線 如果出現閃電狀或是不規則 就代表這個瓷磚沒有拼好 就會一高一低 一高一低就會出現斷掉 或是什麼一個閃電狀的東西 代表這個瓷磚 這個建商施工品質很爛 這樣會齁 我都是教我的壓箱寶給你耶 而且建商鋪得很爛也不代表它捧共喔 可是如果說地板鋪得很爛 就代表它的施工品質 一定很恐怖 因為地磚我覺得很基本 雖然不好鋪 但是應該是基本的 要鋪平平是基本工 基本工 我有親眼看過那種斷狠凶狠的 那個真的是你腳過去可能會流血 因為那個胖胖石瓶磚真的沒有鋪平 好再來 氣密窗 很顯然這是我 這是哲星 好我們去看一個 看他的房子 然後呢 他就常常抱怨 而且他自己在自己的影片講說 我們家很吵 那個高鐵還是結尾忘記了 總之呢 列車經過我們家的時候會聽到很大的聲音 咻了一下過去 有時候會被嚇到 是他自己說的 不是我北抱 所以在清浦的房子離軌道太近 都要必須非常小心 因為夜深人靜 或是你想安靜的時候 很吵 那看哪裡 氣密窗啊 如果你陽台有氣密窗的話 你為什麼不看一下呢 找一個人在外面講話 然後把窗戶關起來 然後就不要看 不是 就是 請他在外面講講話 聽聽看有沒有聲音 當然 除了用聽的之外 確認是不是氣密窗 還有一個就是 你看這個膠條 氣密窗四周有膠條 好的氣密窗 是那種厚厚肥肥的 那個窗戶關起來會 咻 就像那個好的名牌車一樣 關起門的時候 咻 厚實的感覺 便宜的氣密窗 它那個膠條就 扁扁的 或有些真的還忘了付 沒有這個膠條 那你這個氣密窗 就沒有氣密效果 但如果你是一般窗 我記得B&Q這種 這種店 有在賣這種四周的氣密窗條 你可以自己把它黏上去後 然後你的氣密窗 你的窗戶會變成有氣密效果 懂嗎 所以這個膠條便要先檢查 所以如果今天建商 或是那個 裝骨屋跟你講說 我們剛換氣密窗 你去摸一下 如果是那種扁扁的 那你就變成效 你看過好的氣密窗 都知道什麼叫好的氣密窗 它就是有肥厚 那這個呢 我覺得它只是一般的等級 不是很高 所以氣密窗關起來 還是有很多聲音出現 我們其實之前都住在一個很小的套房裡面 但是我們一直很努力 想要趕快賺到錢 擁有自己的房子 好不容易存到錢買 卻買貴了 其實四個月前 才成交了一千萬的房子 轉手給我的時候 已經到了一千五百萬 才短短四個月 還就貴了五百萬耶 你知道那是我們幾年的薪水嗎 買賣房子不想被騙 請指明實價登錄完整揭到門牌的房仲 永慶房屋宣示 為提供買方前一手成交價格 買貴保證最高退三百萬 先誠實再成交永慶房屋